这羊了之后啊 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事 我家沐建平是特别喜欢吃桃子 这种软糯的水果的 那这黄豆罐都这么好吃 你们说他会不会喜欢呢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下 猫都在这呢 我家猫现在对沐建平真是望而却步 沐建平 是不是 啥玩意 今天什么日子 让我看看 这人有吃的主动送上门 好家伙猫都过来凑热闹了 这能吃吗 能你尝尝 闻着像桃子 自信点不是像 他就是 你到底吃不吃 你这铲屎官 别坑我 等一下 味有点奇怪 你们看啊 这归位多了 一看他现在这个动作 就能马上看出 他打什么小心思呢 第一 那就是 他是真了 脖子伸这么长 都不愿意动魂一下 第二呢 很谨慎 有没有 巴掌闻了半天都不舍得吃 再让我确认一下 那算了 拿走吧 还不乐意 还要追着看 再给他呢 还是不舍得张嘴 不够新鲜差评 你自己吃吧 最后 他竟然给了我一个挠头的动作 表示了一下 这个东西他不想吃 我可没养 赶紧溜了 看来啊 即便是喜欢吃水果的鲑 但还是能分辨 身家工作的食物的 没想到 你还是个养生鲑呢 咱们